美国已经取消了对加拿大绿的10%的关税 追溯到9月1号 这一重大举措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加拿大准备公布其报复措施前几个小时宣布的 美国贸易代表在一份声明中提到 与加拿大官员进行了挫商 并预计未来几个月绿的贸易可能会趋于平衡 这也是美国人决定撤销特洛多所说的不公正关税的原因 周二本应是加拿大宣布计划如何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行动 特洛多告诉记者 加拿大的行动将是为了捍卫加拿大工人以及整个行业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方惠兰和小企业出口促进和国际贸易部长吴曼利 原本要在美国东部时间下午三点宣布反制措施 但现在将出来回应美国的决定 撤销关税确实有一些附加条件 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说法 如果他们看到他们认为的进口激增 他们随时准备重新征收关税 特朗普于8月16号根据美国贸易扩张法第232条款 对来自加拿大的原铝征收10%的关税 该条款规定进口铝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与此同时两国的铝组织都表示了谴责 特朗普刚表示将征收新关税 加拿大官员就表示 在一系列可能征收关税的产品征询行业意见后 他们计划以36亿元的报复性反制措施进行回击 方慧兰此前曾表示做法将专注如何对加拿大造成最小的损害 以及对美国造成最大的影响 在加拿大盯上的潜在美国产品清单中 有饮料罐 洗衣机 冰箱 自行车和高尔夫球杆等 这意味着边境两边的这些产品价格可能会上涨 特朗普在公布关税时称 美国的旅业务已经被加拿大摧毁 称这非常不公平 方慧兰称特朗普的关税是不必要的 没有理由的 完全不能接受的 并表示 鉴于目前疫情下的经济状况 这些关税是现在任何人最不需要的东西 请结束